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务商也做了 对吧 再不拍 拍对拍错都行啊 拍一次就这点要求 好了 新女嘉宾几号 四号吗 八号 八号 好好好好 这样啊 过了 大家好 我是二号嘉宾冯小彤 然后也非常感谢牛肉干的粉丝呆呆老师送给我们的送给我的小礼物 然后他给我的留言和大家也确实不一样 他让我做自己 其实就是我最近收到了很多留言让我做自己的 我也很好奇的想问大家一下 就是我不做自己的时候我在做谁 把那个答案发给我 我看看我就靠似的像不像啊 然后昨天在家休息了一天 今天呢身体也好很多了 谢谢大家 嗯 大家好 我是尤柔 感谢一下大家送的花 包括前两天也有一个粉丝送花 但是没有留那个卡片 所以不知道谢谁 也就感谢一下吧 然后说的新女嘉宾肯定不是黄黄 黄黄又不是什么新嘉宾 她只是这周第一次来而已 然后一会儿到那个女嘉宾那你们就知道了 今天少说点 那个昨天收到粉丝私信说那个 听我说话已经睡着三次了 我也不知道夸我还是骂我 按我个人的理解 因为我最近失眠 我会误以为是夸我 但看起来很可能不是 那就今天尽量少说一点啊 少说一点 然后那个别到时候我少说了 又说我滑水狼 然后又又踩我啥的 那个可能确实话牢有时候控制不住 然后那个既然有人提醒 就多注意一下嘛 那个尽量少说一点 好吧 过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黄黄 我也谢谢一下呆呆 她跟我写的是最喜欢温柔的小姐姐了 我这个人一般都是两面三刀的那种类型啊 表面温柔 但是只要今天我觉得三号玩家发现时常过程 然后我就在桌子下面捏她大腿 对 我就我就一定掐到大腿 掐到她说不出来话为止 好吗 然后我就过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雪儿 谢谢 谢谢呆呆小可爱的草莓花 我非常开心 具喜欢 缠了好久了 今天终于收到了 然后今天也很开心啊 和我的九号狂少KS穿的是亲子装 嗯 就很开心 昨天刚刚看到她在微博里面的小作文 表达了她对我一直对她的照顾的感谢 我今天就是亲子装了 真的很开心 然后看到她旁边坐了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姐 我作为母亲也很欣慰 就感觉终于成长了 然后希望我们今天小爱可以继续狂起来 过了 大家好 我是牛肉干 然后大家可以搜狼人杀牛肉干就是在抖音 然后我直播是在隔壁 隔壁小孩 然后今天是谢谢 因为有几个粉丝是专门从外地过来的 就很辛苦 然后谢谢大家的花 然后就感谢 然后嘴大老师的外卖我已经提前吃上了 今天确实还没吃饭 已经整上了 这龙虾饭可以 已经吃到了 然后别的没啥了 希望大家看着开心 好吧 然后8号蛮好看 蛮好看 期待一下吧 过了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拿的赛 然后首先感谢我们的赞助商天天狼人 然后181吐司和飞诺 我们应该是这周的最后一天了 然后 我也收到呆呆送的草莓花 然后在此就是感谢一下 然后今天没什么吧 今天我们三把的板子应该会随时更换 就是说不好 所以完全是属于看心情 暂定是恶魔守卫 然后机器狼和昨天一样的魔术师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行了 那接下来就请我那个好妹妹发言吧 我过了 大家好 我是新来的女嘉宾 大家好 我是新来的女嘉宾 大家好 我是新来的女嘉宾 那个荣瑶啊 然后我哥昨天被KS欺负请假了 然后第一局请假了 第二局就会来了 然后感谢一下呆呆给我送的这个草莓花啊 然后留言也是非常接地气 说草莓喜喜再吃 谢谢谢谢 会喜的会喜的 然后希望今天好好发挥啊 现地女装只有第一局 然后其实这个是个小群群啊 这个裙子 我里面穿了个卫衣 她应该是不能穿衣服的 但是因为一些个人原因 里面就套了个卫衣啊 希望大家见了 我就过了 哈喽大家好 那个今天很高兴啊 编上做了一个这个爵士美女啊 等会儿大家是必须 反正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对待她 我肯定是不骗她 我肯定狠狠地给她宠一下啊 然后非常感谢呆呆 送的那个草莓花 然后因为大家都展 都展示过花了 我给她展示一下 字也非常非常好看啊 字也 而且而且上面写的内容 好像都是针对每个嘉宾 专门定制的 跟我的留言是让我跋扈起来 好吧 昨天跋扈过了 今天争取再跋扈一下 然后非常感谢呆呆 然后希望今天大家玩得开心 好不好 观众希望看得开心 就这样 谢谢呆呆 谢谢呆呆送的草莓花 上面写的是必须是第一题 对 谢谢呆呆 哦 那快点开始吧 快点开始 啊 过了 啊 大家好 我是昨天的反水怪 反水怪玩具枪 然后今天我肯定是加油 因为昨天自己回去复盘了一下 我希望今天能让大家看到我的努力 好吧 然后这个非常感谢天天狼人 还有这个飞诺和181手工吐司 对大师赛的这个赞助 然后大家看大师赛的同时 也可以看直播间下方的小黄车 这个有歪格专属的各个这个小零食 大家可以购买一下 然后 然后特别感谢这个今天来现场的这个 呆呆给我送的这个花 非常感谢 辛苦了 辛苦了 你把那个 哦 我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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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非常谢谢那个呆呆老师送的那个礼物啊 然后我也非常谢谢七号对于闽人的极致啊 然后谢谢七号孜孜不倦的点我是个狼啊 别的没有了 希望希望今天七号玩的开心啊 也谢谢大家看的开心 再次感谢我们远道而来的牛耳杆粉丝为场上嘉宾准备的礼物 大家记得关注一下我们隔壁小孩 然后想给场上嘉宾投食并留言的记得关注我们的官博 京城大师赛在置顶有投食方式 我们今天的第一局开灯会涨到500万 我们每天涨一点点好吗 那我们即将入夜第一局是恶魔守卫的板子 我们马上开始点赞吧 我们天亮见 狼是恶魔 拿到梦眼牌子 拿到梦眼的是恶魔 恶魔就是不能死在夜里 他跟小狼一起睁眼 对跟小狼一起睁眼 白天可以白天的技能是可以的 来 这不吃毒的实际上不是太多的 对 然后恶魔念身份是神和平民 确认一下神和平民 对 不给自己讲 欧美 这下的 汇齐 comin 哥 能 好像 有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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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上景玩家亮起红灯 上景玩家有 1号 2号 3号 5号 6号 7号 8 9 10 11 12 只有4号玩家 一人在景下 现在时间 由6号玩家开始发言 6号玩家请发言 嗯 酒茶啥 现在酒是狼 嗯 呃 先先留景会留吧 景下一个4 呃 验4 那好像就很难说不留 那我就不留4了吧 因为现在景上这个情况 就很难不留景后后之位了 嗯 景下一张牌 4号玩家 我觉得我男员家 他是投不作票的 呃 我话就放着 我觉得如果你投投票了的话 呃 我对你暴龙度就几乎没有 好吗 如果你是好人 就直接给我投票就行了 景会留 我就留后之位的三张了 那就留一个2 1 2 11吧 1 2 11 里面有几条的就顺 顺颜以为 好吧 1 2 11 验酒的心路历程也不多 就觉得酒其实米香 开牌还行 没想到是狼 没想到验出来是茶啥 啊 别的就没有了 酒是个狼 然后景会留是1 2 11 1 2 11里有跟我对跳的 就顺预以为 没有的话就就1 2 好吧 然后别的就没了 那9号玩家就 说下去吧 过来 那个 我觉得6号不是原家吧 我觉得6号要是原家 不会摸酒 嗯 所以6号感觉 不太能是原家 12号应该是狼 对吧 好好说的 应该是狼 因为 12号 他入夜和这个 这个天亮 那个动作非常不一样 我也有可能是张神 那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法12号 肯定不是平民 我就因为当时看了看 看看吧 看看后面谁 对跳情况 我目前是不太想 跟6号斩面的 我觉得6号拿原家 可能 不会去验酒 嗯 我觉得唯一一张 不能验的就是9 后面 再看吧 我先不跟6站边啊 然后我就12号想狼 呃 当然了 如果你不说狼 你就是神 嗯 那个恶魔 验一下12号 好不好 恶魔 验一下 啊 谁家没有过了啊 呃 我是预言家 验的7号是精水 验7精水 有两个心路历程 呃 一个心路历程是我今天第一次来嘛 听说之前 你老是欺负我好哥哥 荣耀 那个我就摸一下你 今天第一次来 摸摸你 验验你 第二个心路历程是 昨天直播的时候 有一位叫林峰的 这个这个观众 然后他说他不给我卡牌子 他死活都不给我卡 他说我只要给7发个精水 他就给我卡 行 那我今天刚好抽到预言家了 我就验验7 7号是精水啊 呃 我觉得6号这个行为就是 往后追丢查 警察后追丢查杀 那不杀预言家 那我就验警后 那我 我验的7号精水 7号说12号是狼 那我第一验就验12 第二验 我看了一下啊 那边面色最不好的 好像是他这张2号拍 好吧 那我就警会留4我也不验了 4号就看上票 如果你站错了边 投错了票 那我就 因为你是警下唯一张牌嘛 投错票直接就不要你了 验都不验 好不好 那个我的警会留就是12 然后跟2顺验 我对9号的要求是 你必须拍身份 没有说什么不拍身份 因为你揭查杀不太喜欢拍身份 今天我对你的要求就是 先开口把身份拍出来 然后我的警会留纪是12 2顺验 然后7是我的精水 我是预言家 我就过了 八号可能不知道你的发言在我这边 听起来有多么好笑 你看这样你让预言家拍身份 拍我是预言家 我验的7是精水 然后1011的警会 1011的警会 12我不验 12其实一开始 7打12是狼的时候 我一开始就想过把12验 但是7号家转手说12号家不是狼就是神 那我其实我验 我验12号家干嘛呢 所以12号家 所以12我就不验了 不是什么意思吗 7号家不能验吗 是这意思 这反馈是什么意思 7号家双精水怎么 什么意思 场上玩家如果底白是好人 要依靠7号家去给你们站边 我希望大家不时节来之时 就是直接给我自己自力更生 自己投票 自己站边 就你们听八九谁像 别什么 哎呀我是好人 那这把7号家双精水 我就跟着7号家站边 没有这样的 不允许 不可以 凭自己的本事站边 站错也给我找出123的理由 好吧 站队也不能说 哎呀我就感觉怎么着 没有感觉 说出逻辑来 然后我就11的警会流 然后2号家是8强群一点的 我没想 就没有特别想把你放第一警会流 你自己后面等我听你发言 然后11就是感觉不是特别 完完整整的定穿身份的人 然后1号家自己玩 3自己玩 4号家投不对票 打死 好不好 4号家 因为跟你有限的 这个对局里面 你都非常非常的出色 5号玩家嘛 对吧 我们衣服颜色都一样 你这又要是好人 不站我的边 打理事了 6号家 我觉得6号家是好人 我觉得6八不可能见面嘛 因为8号家刚才那个什么 让我跳身份那一段 很难是6八两个 因为在他眼里面 6是他的同伴 他就知道 我觉得可能是预言家嘛 对不对 所以他那个一段发言 很难是理解为 跟6号家为见面的那个关系 然后其他没有什么太多好说的 4我也不见 我就紧上11 虽然他没发言 反正12不验 12到时候 不站我的边 两天三天之后 你就拍身份就完事了 因为军水说了嘛 你不是狼就是神 我不给你过多的去定义了 然后我是预言家 我验期没什么心路一程 就想验 就想验 朋友们 不要说什么没有心路一程 我不编 过了 10号人家发言 我先感谢投石啊 感谢一下Malice的投石 感谢一下秦许诺的投石 感谢一下YY2121的投石 感谢一下十亿的投石 感谢乔赵的投石 感谢一下Stella的投石 感谢一下南的北的投石 感谢一下追捕可爱的投石 差不多了 那个编的话嘛 占9呗 但是蒋正 你是一个逻辑玩家嘛 但是我其实只听到了一些状态 蒋正啊 逻辑方面 我觉得是差了一些吧 就是你对于6号玩家是 是聊了没聊啊 聊了还是没聊 咱们就是说 这个身份炸的相当于没炸过 给到一个极大的容忍度 那么他给你一张好人 发了一个查杀 8号玩家选择战术 是给7号玩家发一张金水 合理啊 因为他不敢给后主委再发了 因为后主委还有真原家 但这件我没有听到你盘嘛 我替你盘一盘 我觉得9挺像的 什么不识接来之时啊 什么别听 7号玩家站边去站啊 就是通过自己发现去找啊 我觉得都挺像 那我觉得6也做不了你队友了嘛 对吧 他自己就还不知道 那你留10跟11 哎呦 我从逻辑层面 我觉得是很crazy的 但是我只能说状态非常像 我就先站9了 好吧 过了 我肯定是站边9啊 我站边9号玩家 我今天出12号玩家 那双金水在前周 不是已经点死了12号玩家吗 不是纯纯的福利局吗 9号玩家 他是汉条 完全没有必要 把7号玩家做成名好人啊 就哪怕8号玩家 最后是一个狼 给7号玩家好人发一个精水 那9号玩家是一个狼 他也不会把这个事 不是不是不是 说错了 就是我觉得9号玩家 他不会拿一个狼 在这个地方把7号玩家 这个名好人的身份做实 我觉得这个力度很大 再一个呢 我觉得8号玩家 你那个心路历程 你说是有人 那个林峰老板 说你是一个狼 给他发一个精水 所以你拿到了预言家 你给验了他一手 他是一个精水 那你这个思考的过程中 万一那个7号玩家 验出来是狼 怎么办呢 就是你没有说过这个心路历程 但是没关系 因为我们今天好人 一定是能投对票的 对吧龙哥 因为你的身份 双金水在前之后 已经把他点得死死了 除非就是神和狼嘛 所以12号玩家 今天跳不出来身份 我们就外楼12嘛 所以狼队其实很难打 上来就是烈士 都不是天崩开局 已经死了一个了12号 已经死了一个了 井上就是井下的 井上就是触局一眼嘛 我觉得就是 但是12号玩家拍出神了 那我们还要在89里面 去战边 好吧 听12号玩家发言嘛 我是觉得89玩家 8号和9号 我战边9 然后呢 70号人 咱们今天 就直接就出12号玩家 9号玩家也不要说 那个什么不时接来之时 那个7号玩家战边谁 咱们就非要靠自己 那7号玩家是双金水 你赋予的权利 他战边谁 我们能不跟他战边吗 是不是 我过了 我战边9 首先我先说好 后主委有人跳 我就战边后主委的 如果没有人跳的话 我战边8号 然后那个 都说是7号不会玩嘛 我这个东西 我昨天就说过 同样的话 我不想再说第三遍 反正我肯定是 不会跟着7号玩家战边 因为 我听9的发言 就是无非就是89里面 谁会厌7嘛 对吧 说了那么多 8已经把说厌7的理由 说得很清楚了 9 就没有说呀 就是说 就是说我就是想厌7 我本来以为60余演家嘛 因为那7在我面前有铁疼嘛 我本来以为是7893了 然后8给7丢个精髓 然后9又给7丢了一个精髓 所以我认为 我肯定是战边8呀 因为9如果验了7 这有什么 好像他撒娇三连就好了 7号求求你了 他昨天拿个女巫 在那边当热心小市民 当得那么很起劲 我反正很难理解 8号和9号里面 因为我直播间 有无数个人进来 说给7丢个精髓 都被我骂出去了 但是你们两个是真敢 我就是觉得你们是真的疯了 反正你们两个 总有一个疯子在里面 和狼都没有关系 你知道吧 但是我根本就无所谓 你知道 他昨天热心市民 拿个女巫 被各种弄 今天你们去给他丢个双精髓 我就把话放这里 等会7说投我 我自己投自己 好人坦荡荡 你知道吗 根本就不怕 好不好 别的没有什么了 反正7是烧精髓 这也没有什么混子 也没有机械狼 所以我很淡定 好吧 我肯定 7肯定不会归我 首先我是好人 他归我 我也站边吧 他菜管他菜 我厉害管我厉害 对不对 他说我不是狼就是神 我都不是 我是好人 好吧 别的没有什么了 然后我站边的是8号 然后 嘴大好像对于恶魔 可以验人这件事情 好像很开心 我听一下 对 你说对啊 你确实说了 你说恶魔还可以验人 是不是很开心 多了一个技能 是吧 你本来以为恶魔只能杀人 但是没想到还能验人 我着重听一下 一号玩家的发言 我编是站编8号 6号 6号 反正你们守卫就守七嘛 这没问题 他如果是后面有人跳 我肯定是站编后职位 好吧 我个人意见 如果后面有狼的话 还是要补跳一下 对吧 因为七双精髓 你确实很难 就是他可以搞节目效果 但他不会 就是 懂我什么意思吗 他不可能就是 别想着第一天外楼使 那是不可能的 我是好人 我站编8号 过了 编是站9的 因为 那个我觉得11号 汪叔肯定是好人 汪叔说的那个是铁逻辑 因为假 因为现在7号是我们已知的好人 对吧 那如果9号人家是个狼 他不可能去做17号好铁好人的身份 那他不是作死吗 对吗 如果9号人家是个狼 他就打七八双狼 对吧 我们在这个场子玩过都知道 对吧 狼人去不是不可能去做17号玩家好的身份的 所以编肯定是3编9嘛 而且8号玩家说 什么卡个牌子就演7 你要说他在北京给你买套房 你演7 我能接受 卡个牌子就演7是什么鬼啊 我这真的有点接受不了 这编的也太搞笑了吧 好吧 然后上号玩家 而且而且是这样的 贤之为9号 6号玩家给9号发个查查 7号玩家其实已经告诉我们战变了 他说 他说 因为现在已知7号玩家是双精髓 对吧 我和10号玩家意见一样 我们要听7号玩家意见 他说6号玩家 我觉得你不是原家 那不就按时9号玩家是好人吗 9号玩家跳了原家 9号玩家不就是原家吗 所以说 我也不知道10号玩家在这里 就是胡说八道什么 那你战变8号玩家理由是什么呢 没说 对吧 没说 你就觉得8号玩家是 但没说 对吧 9号玩家为什么不是没说 所以12号玩家可以归 对吧 可以归 我觉得他也不是什么神 没准他就恶魔了 对吧 往我上铺装是有什么用的 对吧 我又不是 就把12号归了可以 然后归完了 我们就喊声派退 对吧 9号玩家 喊声派退 对得起 我给你买的机票 对吧 那个10号玩家 我无法评论 因为他那个谢霓的投食 确实啊 是不是好像周三的投食要比周五多一些 是吧 周三都投完了 周五就少一点 对吧 给点喝的 给点吃的 饿了 饿了 真饿了 好吗 那个嘴大叔叔今天外卖没买够 给大家 给我们都投一点 好吧 我觉得我10号我不知道 我就12号狼 11号好人 9号原家 8号汉跳 6号玩家 6号玩家 应该是好人 因为68行不行不行 不能行就算了 前追找了两个 后面 2345 要蹦两个 2345蹦两个的前提下 那4号玩家 这一片 不投给9就直接打死了 其他没事 好吧 过了 4号玩家 下回来还在不在井下了 你现在你听了多少人说 你不投给他就打死你 全都是一些暴力分子 你跟井下 你看你能落着什么好呀 就不如像他们 像他们 比如说你看10号玩家 就很精明 虽然是无实物表演 但是呢 就是疯狂的感谢了一些人 咱们其实桌上 一个实物也没有 听了一大圈 我觉得 首先肯定是站不了8的 肯定是站9 因为8完全 七六六成是瞎编的 你不是假摇吗 你不是假摇啊 你昨天晚上不是没开播吗 你有直播间吗 哪来的给你卡牌子 这些事情呢 不是纯瞎编吗 而且他说的这个卡牌子 什么就是咽漆啊 包括十一说的那个理由 他咽了气 如果咽了是啥啥是怎么样的 而且这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 前两天我听原来的八号玩家的那个预言家发言 是非常饱满的 然后包括对前面的点评都非常到位的 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种 我怀疑他不是恶魔 他可能是天使 是白天推不出去的那种 就是白天推他 他不死的那种人 就是他很就不 又想跳 然后又跳的很假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感觉其中有诈 但他肯定不是预言家 酒的话 酒我觉得刚才嘴大分析的那个是有道理的 就是酒的话 他不可能在那个位置给七再发一个好的身份 我也觉得是 但是酒为什么今天站起来打 战成这个样子 就是有一种假亢 就是假装很亢奋 不知道为什么你我以前你不是这样子的呀 虽然你发的呢 还可以 然后你的 你包括你验的人其实也还行 我不知道为什么说验十和十一顺验 不行啊 我觉得这个井灰流流的还可以 然后前面的话 既然十二站了八 那我觉得十二是狼了 那八也 八应该也是狼 没有别的汗跳了 六的话 我觉得他是因为这把没抓到冤家 而且那个也不能汗跳 就是一个普通好人 所以他要展现一下自己能找到冤家的能力 就是他必秀 所以他第一个发言 他就是直接点出来了后置位的那冤家 炸一下 所以我感觉六也像偏好人 十我不知道 九的话 七现在已经是好人了嘛 然后 九说的一句话 我不能接受啊 就是不受接来之时 我必受接来之时 今天七告诉我出谁 我必出谁 能不出丑 尽量不出丑 这就是我们的中子啊 那我现在占九 过了 嗯 我觉得十二像个小狼 确实 因为我不觉得你像恶魔的点 其实是场外 我觉得歪哥可能不会第一天直接把恶魔点在台面上 但确实十二你的发言是开眼的 因为我觉得你要是个好人 你应该跟我共享一个视角 就是有没有可能后置位还要起跳一个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 因为正常来讲 在好人的视野里很难去盘八或者九 谁想要去骗七 这个从正常的就是人性流推理是很难去推的 所以我的第一视野是有没有可能再斜板子 后置位还要起跳一张 而十二号玩家你如果是个好人 我觉得你应该跟我共享同样的这个视角 因为不管他们两个人谁是预言家 他们验的都是七 而七号玩家在那个位置他去第一时间说死了你是个狼 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你应该优先考虑一下后置位还有四张牌 有没有可能还有人起跳 但你的第一视野跟十和十一一样 你的第一视野是八和九里 我必须硬着头皮摘出一个预言家来 这是我认为十二不好的点 因为好人的思维第一天是闭眼的 好人是可以盘各种假设的 那有没有可能在你的事业里 前置位有一个人 比如说八号玩家第一次新来的嘉宾是搞节目效果 刚好七和九是两个狼 或者七八九甚至有可能就是三个狼 就是在硬打板子就想出你 后置位还有可能出预言家 这种假设是不是要稍微提一下 也没提 你给的理由就是非常生硬 就是我那我就必须八九里站边了 那七就是个好人 我就自信他不会去推我 但这个东西得等到七号玩家警下发表观点 我们才能参考 他警上给的意见是出你 那你为什么不盘一下警上后置位 有可能还有人起挑预言家呢 而且最常规的逻辑 你是要站边八的牌 那你是不是要踩一下十和十一呢 就是你至少评价一下嘛 因为十和十一两张牌 跟你站的不是一个边 那在你的视野里 他们是好人站错边的 还是狼人在冲呢 你也没提 打了一张后置位的一 这逻辑上说不通啊 因为前置位的两张牌 跟你站的不是同样的边 站边我其实说不清楚 因为我觉得到我这个位置 可能就不需要盘五号玩家再起跳了 因为前置位有很多人已经给了视角 大概率默认视角应该是八九对跳了 我可能会倾向于先站九一下 但我没觉得九一定是 但我只能说这手确实给七金水力度太大了 因为这个板子没有狼枪嘛 那没有狼枪的板子九十个狼 为什么要去把这张双金水做十 确实盘不通 对这个板子没狼枪 所以这一手金水确实力度很大 但就算站错边也不怕嘛 站错边歪戈井下会反水的也无所谓嘛 所以我基于这个视角 我认为景商站站边九是问题不大的 但是九为什么会去验七 我确实没太想懂 只有这一点没想懂 但是八号玩家 那个你让九拍身份也是不对的 因为在你的视野里六是汗跳嘛 那六是汗跳九是反向金 他是没必要拍身份的 他就表表水就可以了 我是一个大体这样的视角 我过了 嗨 导播老师 我觉得 我觉得三挺像狼的 我觉得三号玩家打十二的点有点尾 因为十二号玩家说了嘛 他说后志位有起跳 他站后志位嘛 他没有不聊 他说了 你说他不跟你共享视角 然后第二个点是 就我觉得反正三号玩家打十二打得很硬 而且你说你站边九 但你没想通九号玩家为什么会验七 那你也不想想为什么八号玩家一个狼 要在这给七号玩家一个好人发金水呢 这个都是可以想的 所以我觉得三号玩家 没有像他好人的思考量那么大 反而他打十二有点硬打 我觉得三号玩家像个狼 至于预言家 其实我觉得八号玩家挺像的 因为就是八九肯定有一个人在骗七嘛 但是八号玩家是前志位发言 而且九号玩家有一个发言 是我觉得九号玩家拿真玉 在他的视角里很清晰 八十张狼在骗七号玩家这个好人 但是他没有拆解这个点 他没有说 没有告诉我们展示这个视角 为什么他觉得八号玩家在骗七 所以我觉得九号玩家在八后志位发言 没有很像一张预言家 我会比较偏信八吧 然后我觉得三像狼 所以三打十二的话 我可能会觉得十二是个好人 我请他再听一听嘛 我现在表明我站边 我觉得八九里面我认为八像 所以我可能觉得九号跟三号像狼 至于十跟十一两个都不站边 这张八的人里面 我可能觉得十号玩家会稍像狼一些 十一可能是好人 但是我们都是表达一下锦上的站边 因为这把七号玩家是双金水 我觉得外哥作为我们大师赛的大家长 今天第一次接了双金水一定会扛起好人的责任 在锦下教我们站边的 所以我就不用怎么担心了 我过了 所有锦上玩家发言结束 退水玩家请灭灯 能在锦上的玩家有 七号八号九号十二号 请四号玩家叫我到时候准备投票 三二一请投票 四号投给九号 九号玩家当选警长 昨夜平安夜 请九号警长选择金座紧用发言 十号玩家请发言 更新不了太多逻辑 因为我跟一号玩家共享视角吧 他打那两点我认为是我前之位 我自己没有聊出来的 你们如果想去站八 我的位置是说了 我说九号玩家没有给我盘出太多 对前之位的拆解 我说他状态像 打不了我的呀 我说我没有按照逻辑去站别的九号 我说他状态像 那五号玩家是怎么打到我的呢 我不理解 但你点的三 我觉得也是 三号玩家的这套逻辑是从哪里来的呢 七 就是你避耳不弹 对吧 七八九三个狼 后主委还有个起跳的 但你又知道后主委五不跳 然后那套逻辑你还是要硬讲 是吧 你的位置知道五不跳 但你一定要去排 七八九有可能三了 后主委还有原因 我理解不了一点 不是你这啥意思啊 我没有啥好先发言的呀 你让七发言呀 不是你说我们说一圈 如果又错了 分两圈 你让他发言后面不就说 耶是吧 咱们就耶 你让我先发言 我说错了之后 怎么搞 我票肯定是投不错了 但发言有可能全错 是吧 不像个好人呢 你 别的没啥了吧 我真我先 那咱们就乖乖的对吧 咱们总不可能欠玩家 莫之为说 啊你们自己这样 我不管 我投我的票 这 这什么意思啊 我这样 我觉得我接受一号人家提唱说的 他说六不像 他肯定就是默认九好人 九跳了一人家九就是 好吧 别的没啥 顺不着 站九 过了 剩一号人家想发言 我觉得我们根本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站错边啊 就是你就是大家畅所欲言嘛 因为七双击水在后面啊 我是觉得外哥一直对我们很好啊 不论是抢下还是抢下啊 我是坚定的相信外哥今天一定会给出一个站边 然后带领我们不好人 头向第一轮的狼人啊 我绝对不可能相信 外哥在莫之为说 那你们自己投票 那个我不管了 你自己想想听听八九的发言 然后最后把票一气嘛 不可能呢 再说了 他是双净水 他怎么可能会气票呢 其实三号玩家景上的发言 我听了 我以为你听听的十二号玩家跟我听的是完全不一样 十二号玩家张口就说 后面跳一个他就信用 所以你说他没聊这个我就有点 我就有点奇怪 但是你的发言确实是忽略掉了其他玩家的发言 八九里面我还是就是那个力度的问题嘛 我还是觉得九号玩家更像一点 五号玩家景上说 最能给七号玩家八九里面八更像 因为给七丢金水的是八号玩家 不能是九号玩家 那八号玩家因为一个牌子的问题 去给七丢个金水 那不跟一说的一样吗 那林峰老板给他买套房子 他能给七丢个金水 给他卡个牌子 牌子没卡上就给七丢个金水 然后我觉得景上的六朝人 因为六朝人家他如果是狼的话 他跟八九是都不见面 我觉得六朝人 我觉得十号玩家是好人 那八九里面我去占九的话 八是狼 七是双金水 五号玩家要占面八 五号玩家又一次是狼人 那么十二号玩家就听七号玩家 最大的定义嘛 因为他肯定是有身份的嘛 而且十二号玩家也是占面八的 十二号玩家也是我眼中的一次狼人 那么三号玩家虽然你景上 忽略掉了那个十二号玩家的发言 那我觉得你 至少你的编辑站的是一样的 虽然你聊到最后你说你没占边 那我觉得这版没有什么不好占边的 咱们就直接占边那个九号玩家 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站错边了 你看七号玩家急不急嘛 对不对 那七压力就在七 他是明好人 我们所有的人都占边 九号玩家是狼 他不得出来带一下 对不对 我觉得一号玩家是好人 我过了 三肯定是狼 就牛毒他 不要让他留一言 我不想听到他 把一句话 标点符号都不行 你根本就不 你根本拿狼 你玩闭眼狼挺好的 你现在玩睁眼狼 完了就被抓 我都跟你说了 七肯定不会归我 你们用角质都想 八九里面 有我狼同伴会给七丢精髓吗 都不知道你们在发什么眼 然后三肯定是狼 然后四也是狼 因为四头跟我站边不一样 至于十一是不是狼 你有本事等会 七说站边八你别投 你等会就继续 跟着七的 腻着七的手投 感觉你发言很搞笑 七号也没这个责任和义务 来告诉你们 他站边 因为他在我的事业里 他上来就定错我的身份 我肯定不会跟他站边 至少这一句不会 我肯定是站边八号 八已经 我已经很清楚了 我第一句话说的是 后面有人跳 我就站边后之位 我说没说 我有没有说八号九号 为什么八是原家 那八号九号里面 就有一个人验了 一个狼去骗气 那我觉得不是八 八说的很清楚 他验气的理由是因为 林峰老师 因为我深有体会 我直播间每天 大概没有三百个月 四百个人 让我拿个狼去验七号 给他发精髓 我说的最多的就是 他三分钟的发言 两分五十九秒 再嘲讽我 最后来一句反水 我就死了 因为我能够理解 把九为什么是 能验到七 他说都没有说 他说的是 他验完七之后 他说不受接来之时 那你验完七 第一句话 八号你为什么 你敢去验七 嘿嘿 七是我的精髓 大家等会 跟着七站边就可以了 舔狗三连 他不会吗 他肯定会 什么 验完七之后 让大家站边 那么他为什么要验七呢 七 他很七这种 哎呦 小呆呆你帮帮忙 也不用给我找三个 你就给我找四个 找两个 我就跟着你头 给我留个警徽流 不就好了吗 我是他送给他的狼 能理解吧 但是也不重要 你们全部站边 你们 因为你这种发言 你是最可恶的发言 你知道吗 你都不是 你都不是过来玩狼人杀的 你过来舔的 他 为什么 他有什么责任和义务 告诉你们 什么叫大家都站错边 他来告诉你们谁站边 你自己不会听发言吗 我肯定 我认为三合九 肯定是两个狼 四是因为投票的狼 我不需要听七的发言 当然如果你说九十元家 那你跟我说的不是一样的吗 我跟你不一样 我强烈的潜扎 反正没关系 但凡知道我听出我是好人 三就必须死 这没问题吧 我站边的是八号 我已经 我为什么站边八 为什么我是好人 为什么三是狼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好吧 我不会再说第二遍了 然后别的没有什么 我站边八号 过了 12向好人 因为我又回想起了 7号几上的那句话 他说恶魔去艳艳12的 恶魔总不能让 7总不能让恶魔去艳队友吧 所以12向好人 但是12这边肯定是站错了 对吧 9号肯定是原家 因为你这么想 因为我现在当时是好人了 我告诉你 为什么九是原家 因为八九两个人 谁跟七玩的多 是不是九跟七玩的多 那谁更觉得 谁更知道七号玩家骗不到呢 九号玩家是肯定不会去骗气 因为他知道骗气是多死 八号玩家没准 还心存一点侥幸 觉得我还能骗骗其事一下 所以其实从这个逻辑上来讲 九也是原家 因为我现在当时是好人 我劝劝你 因为三号玩家确实 三号玩家就硬弄死了 就硬打死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打得那么牵强 就是编着理由去打十二 四号玩家有可能是狼 是因为他是位置挤出来的狼 因为我前面没找到狼 我十十一十二没找到狼 我是好人 二号玩家 我现在六十好人 七十好人 八九里开一个 二三四五要开三个 三号玩家是一个跑不了的 二四五要开两个 所以四号玩家也在狼坑 哪怕你投队票了 你也在狼坑里挤出来的狼 就反正你们二三四五要混批对吧 因为其实二三四五紧张挺奇怪的 我发言我说你们至终至少开两个 二玩家不打三四五的 从这点而好 不大好 但是因为你不是狼人杀玩家 所以我能包容这一点 但是现在我要听听你对三四五的评价了 对吧 因为现在是你们二三四五开三个了 不是开两个了 好吧 现在没啥 我是战编九 战编理由 我已经不想再重复了 对 你说半天 你还是没说 为什么 你就说九号玩家 能骗齐 八号玩家不能骗齐 我觉得你这样说反了 下来是八号玩家 可能出声牛犊不怕虎 还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骗下齐 九号玩家是不可能去骗齐的 对吗 以至七十好人的情况下 好吧 现在没啥了 三四五二四五里开两个 你们混批吧 反正跑不了 但今天还是八九里头 那个我战编九 投完了我们就派退 好吗 派一次 过了 二四五里面要出两个 我要把 听嘴大的意思是说 我必须得打三四五是吧 打不过 打不过直接就是认输 你们别打我就行了 咱们和平相处 我打不过呀 其实我是想 我最想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这个四在嘴大老师的嘴里 就是说他就是排坑挤出来的狼 头对飘了也不行 头错飘了也不行 我现在非常同情你 我不知道为什么 即使你是一个狼 我也非常的同情你 凭什么咱们自己在底下肩负着让 有一定概率让 郑月言家拿到警徽的这个职责 你还是横竖 就是猪八剑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凭什么 我觉得 有失公允 但是嘴大确实 井上占九的那个理由 我觉得很 很正啊 他两个理由我听起来 他确实像是好人 但他这个排坑 我确实不满意 然后大家现在都在打三 都说三是边 硬边边的十二 但是如果你们占九的话 你们肯定 你不能先盘三吧 就是三 不管怎么样 它是 除非你们通过三的发言 把三定成狼 十二变成一个好人 对吧 十二现在是一定 一定是占八的 那你们这个团队 你不可能说你觉得十二是好人 三是坏人的同时呢 然后你还继续占九 我这个这样的人 我就是把他当做一个变票玩法了 八有没有面呢 其实有一定的 我回想了一下八的发言 如果八不是预言家的话 因为八的视角里面 其实是默认九 应该算是一个蛮好的人的 因为他跟九说的是 我不论如何 你今天必须给我拍身份 我记着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不管你什么玩法 你今天必须给我拍身份 这句话是让我觉得稍微 把有一点象征冤家的地方 其他他就是 我没见过他玩冤家 这么不认真的 就是刘景辉和那个 说上票理由 别的就过都没有了 我确实还得再听一听 我不那么坚定 不像景上那么坚定的占九了 好 过了 不是坚定不坚定的问题 而是歪哥双筋水 其实我觉得不太需要占边 就大家给一下自己的看法就行了 我可能景上确实没有听见 12号玩家说那个 因为我当时听完钱志瑞发言 我认为暂时景辉投回九没有问题 所以我当时 是这样的 我想想 我想我把逻辑串一下 一号玩家为什么会打到 二三四五混屁 这是啥逻辑 在你的身体里 三五可以成立一个对立面 没有关系 因为五号玩家在井上 重重踹了三且保了十二 但是五号玩家是占边八的 我要没记错的话 你是占边九的 十一号玩家把一给保了 那十一不就是有可能 是一个两轮滑水的狼吗 这二三四五混屁给的没有道理 二号玩家井上跟一同样 站的九的边 我是站的九的边 但我其实想表达的意思是 首先本意肯定是我觉得 这局游戏不需要站边 那么基于这个点 确实九号玩家给七的金水 我认为会有很大的力度 但是我又get不到九 为什么要厌齐 因为你不是说一定不能厌齐 但是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所以这个呢 可能会成为一个扣分点 但是八号玩家也有一个扣分点 就是八号玩家 他在这个位置 因为六号玩家是给九发了个茶沙嘛 对吧 所以在我觉得在八的视野里 就是其实就是像九号玩家 在井上跟八的对话一样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 所以一要是个好人 在你的视野里不是应该禁六吗 因为你是站边九的 对吧 那你站边九的情况下 九是个预言家 六号玩家在井上给九发了个茶沙 虽然他退水了 二三四五混批又是怎么出来的呢 对吗 所以 其实我现在觉得主要还是听Y哥说站边的事 我就想听这个 所以我觉得他们前周围说的那个 不如从那边撞 我觉得没啥太大的问题 先把站边定了 确实有点好人的惰性 确实有点好人的惰性 可能十一得是个狼了吧 因为基本上十一两轮的发言都是听Y哥站边 然后外之位保了手一 没有太听出来这个逻辑点在哪 我好让我过来 下回吧 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你这发言跟不知道有啥区别 十二号让你吃毒啊 你现在在拆袭十二号 你不知道十二号是啥 十二号打我打呗 我跟你站边不一样 我就是狼了 你在井上就把你排给我看了 我知道你好人狼人啊 就你打我这个逻辑就搞笑 我说一下我为什么站边九啊 是因为八号玩家说 因为一个没有卡牌子的人 让他去给七号发金水 所以他选择给七号发金水 我也是混迹各位直播间观众 多年的也没有多年 很多个礼拜的人啊 一般说这种话都说 你去拿狼片片期 我就给你刷个什么 而且七号玩家 嗯 哦不是 八号玩家你 就是VIP粉丝群的话 你都不听 你听一个没牌子的话 没牌子人的话 我作为你的 VIP粉丝群的 群员之一 就不是很高兴 我们说的话你都不听 你听一个没牌子的不行 我就没觉得八号玩家 在认真跳远家 所以我觉得九号玩家 还发音挺像的呀 所以我觉得十二打 我就是强打这轮 一号玩家 一号玩家打二三四五 是狼坑 你打回去啊 因为一号玩家 把我打进狼坑就 不行 我是狼 我凭啥 给远家上票啊 所以我觉得十二跟一 其实都不行 十二一三 五六 就我都没觉得十跟十一 里面一定得开一个狼 其他别的没了 我占九 但是啊 你们警上都说什么 七号玩家要怎么着怎么着吗 那我警下 不巧 只有我一个人 在警下 我投了票 那七号玩家这轮说 四号玩家你站错边了 我站八 那下轮就到钱 立马到钱 别的话没有 就到一轮的钱 我过了 我觉得 警下的四的发言 也比较像老人牌 你说的那个 八不能厌七的理由 我觉得还行吧 没有那么严格吧 所以你 而且你们三号四号 都说要听七站边 但是我觉得你们自己站边 已经停死了了 你把票投给了他 三号玩家已经在 攻击那些战八队伍的人了 我觉得三四站边停死了 没有想要再去听 七号玩家的站边了 至于三号玩家这轮 警下攻击的十一号 很多人保的这张十一 我也没有觉得十一很像狼 你说十一像狼的原因 是因为十一号 警下两轮要听 七号玩家的站边去站边 那你自己最后的发言 不也是要听七吗 怎么能拿这点打十一呢 所以三号玩家 无论是警上攻击十二 还是警下攻击十一 我觉得他攻击的点 都不是说不能攻击 就他攻击的点 都不足以去 让你认他们是狼 所以我觉得三警上 警下发现都比较像狼 一号玩家 打的坑比较奇怪 一号玩家是站边九号的 然后你居然去攻击 这张警下站边九号的四号牌 你把四号玩家盘进狼坑 所以我 我听的前这位向狼的牌 是一号三号四号 我觉得都挺像的 嗯 我再听听八跟九的发言吧 因为我 就是没有办法 七号玩家双精水 肯定会再受影响嘛 我就在想 如果七号玩家 已经是被验明的双精水 是一张明确的好人牌的话 那么狼人这把的战术 会是倒钩还是冲锋 我会想一些这种点 因为七他肯定是 他会站边 他肯定知道谁是预言家 那如果前追有狼的话 他们会选择是 站边真预言家的队伍 还是会去给自己的狼队友冲呢 这个可能会成为 我一个思考谁是预言家的点 但是我更多肯定是听发言嘛 我现在为止听发言 我会觉得八号玩家更像 然后我觉得 我前面听的不好的牌 是一号三号跟四号 然后我再听一下七八九 再选择一下站边吧 嗯 那我是个好人 我表明了我所有站边的想法 那我认为六号玩家 可能也比较像好人 因为我感觉两边团队 不一定能挤进去 六号玩家这个坑 我也会再听听六 我为什么不听七 其实我不知道七号玩家 这把会不会这么善良 直接就告诉我们 谁是预言家 那如果他不说的话 咱们就得自力更生嘛 那他说了当然是好了 就很简单 好吧 所以我也会听一下 我外诸位认为的好人牌 嗯 过了 一三四八的我觉得应该是两边 那狼肯定是倒沟呀 我重新说啊 我觉得狼坑是一三四八 因为前周围的狼我认为只能去倒沟啊 你冲锋是徒劳的 因为七是双金水坐在后面 所以狼只能倒沟啊 这不是很铁的逻辑吗 三号 那个锦上锦下都不太能是好人 四号是狼的点在于 他同时把前周围的 一二三打成 一十二三打成三个狼 三跟十二是做不了两个棒的 锦上三猛打十二 十二锦下让三定吃毒 你怎么能把三十二打成两个呢 我觉得三四都是啊 最后一个位置本来是一十一里有点纠结的 但是一确是饱了十一 可能更偏向于一吧 然后因为 所以我认为前周围的狼大概率只能倒沟 因为冲锋是一个撞南墙的事情嘛 墙在这呢 对不对 你往七号玩家这撞是没有意义的 你再怎么冲 七号玩家最后把边给了你的冲锋是无效的 所以狼只会倒沟 我认为 所以我认为九十一元家 那狼坑就是一三四八 我是女巫啊 二是饮水 我今天晚上定独三号 三号起来不死就是恶魔 哇哦 好吧 我定独三号 起来三十一要不死就是恶魔 推掉就好了 然后 我觉得最后三四基本上跑不了都是 然后五不太能是 八九有没有可能站错边呢 很难吧 九号最近怎么走这个什么狂小K路线 你别狂的有点过了 我觉得 你别平地狂 也没有人说你说的那些 你这就有点 是不是 所以 没啥了 我就把我自己的工作安排一下 那个二十个饮水 我报一下 然后晚上我会定独三号 然后三号如果没死就是恶魔 OK吧 清晰吧 只是最后 最后一个坑 我觉得十二好人 十是好人 最后一跟十一 我还有点点拿不准 偏向一吧 因为一好像 但是一打的位置确实都对 那我就觉得太对了 而且你保了十一 没有坑位 我听五是好人 二是饮水 三四我听两个 你把十十一十二都保了 你自己就只能进去了 是这个道理吧 除非你保错了十一 那无所谓 九号玩家去验 一十一验一张不就完事了 工作 轮不到我安排工作 冒昧了冒昧了 七号玩家安排工作 我就说一下我的着剑 我会读三 然后我占编九号玩家 然后朗坑 我认为是一三四八过了 那个 我首先倒不觉得 那个八号 八号验人的那个逻辑 有什么问题 就是他那个心中历程 我觉得可以接受 因为 因为我首先觉得 要是有人能给我卡个牌子 他让我验 我自己又都验 但是没有人 就是跟我提过这个要求 所以我没有觉得 八号的这个验人理由是假的 然后 我大概听下来 我觉得八和九 发音都特别好 都特别好 都非常出色 然后 但是我觉得四号是狼 四号是狼的点 是因为当时警上 有七号八号九号三个人 四号好像就把 警徽给我呀 给九干嘛呀 因为 给八给九 有一半几率给狼 但只要给我七号 就一定是好人 对吧 这是一定的 这个是我觉得 四号不好的点 当然也有可能 就是别的原因 这个 我是这么想的 然后 八九 就在发发眼眉 我再听听 我觉得十二号好人 我觉得十二号好人 然后 我不明白八号 为什么这么高兴 我都想出他了 他怎么这么高兴 其他的没了吧 我觉得 我现在就想再听听八和九的发言 那我也不能说 完全不做评价 那我好好说 我确实 确实九号比发言 比八号发言好 好一些 好一点点 好一点点 但是我有可能 我有可能 听完这轮八九的发言 我会 我会变 然后我觉得 那个六号点的那个三四 应该差不多 读人的话 我觉得 景下的四号 和三号比的话 三号和四号比的话 就不知道 那你就 我确实听不出恶魔是谁 那你要不就 你要不就看着读吧 你看我这站边 我也分析了 读人我也分析了 就是没分析出来 但我分析了 确实能力有限 那个 该聊的就聊了 你看狼坑点的非常不错 我还保了十二号 十二号这盘好人 我觉得十二号还行 十二号好人 但是编战备战队 不好说 不好说 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编是什么 所以我就一会 但是我呼吁大家 就是努力听听八和九的发言 我们作为好人 一定要勇于投出那一票 因为狼人他是认识的 所以他们有可能冲票 所以我们就好好再听听 好吧 我希望八九一会发言 能够用力点 能够用力点 行吗 我过了 这样 包好人家发言 那个啥 今天我不会莫之为归四 大家就在八九里面分辨 就在八九里面分辨 就在八九里面投 然后好哥哥 昨天直播说话不算数 你不是说要占第一个给你发金水的人吗 理论上这局来说 我是第一个给你发金水的人 我哪知道他这么狂 给你发双金水 我去太狂了 那个啥 四号玩家打我跟本局游戏无关 你打我的点跟本局游戏无关 你说什么 我验他 没牌子的 说的我就听什么的 跟本局游戏毫无关系 然后那个我觉得九不是的点 其实我就觉得六有点像狼的 但是六跳了女巫 跳了女巫 那我就没办法了 我是觉得六有点像 那因为九 六在井上 我首先我不觉得六那个啥 经常有诈身份的操作 那个但是九这个位置 居然秒认六是好人 你是接到六查杀的 六给你发了查杀 他说六肯定是好人 那六八能不能是斜板子的 罗汉跳的两张狼人牌吗 哪怕是我跟 假如说我跟六是狼队 有六凌空中的预言家 我们马上就这样打板子的 我就要给气发精水 能不能吗 就是九号秒认六这点 那个啥不太 因为井上 我是把六号当成我的汉跳对手 才去对话九的 说明我都不认识 要不然我如果是狼人的话 他们在我眼中 那个啥都是 我都知道的 所以我不会觉得 我是我是预言家 所以我才能做那个对话九的操作 说实话 那个啥 那我肯定参考好哥的意见 四我是觉得像狼的 但是我是觉得十二你占我 占得好诸定 我是觉得狼这论 因为他的力度的确非常强 我其实很多人不占边我 你们的理由 我也懂得理解 就是说因为 九号如果是狼给七发 装精水 那就是疯了 还有很多打我心路历程的 打我心路历程的十一号 我今天我就验你 好吧 我今天我就验你这十一 说跟着七的 那个我今天我会验十一 因为他打我心路历程 那个我那个心路历程 如果验到七十狼 我就会再说 我想给大家发精水 可惜我预言家验到是茶杀 就加一句可惜他是茶杀 那个啥 我今天就会验这张十一 那个 那三四九 肯定是三张狼人牌了 六号是不是女巫 其实六号这个女巫跳出来 我是有点小怀 因为有七号在后面 给你扛大棋 为啥你要跳出来呢 因为爆出二十营水身份吗 我是觉得你是女巫 没必要跳 所以我其实对六 我都莫之位 我都不太相信他是女巫 而且因为九号秒认了六 但是至于他是女巫 我就不去 我是预言家 我就不会管 那个跳女巫的人的事 我就验 我觉得像狼的人 反正如果外之位有女巫 你就也就吃毒嘛 或者思考一下 他有没有可能是 我磨出来跳女巫 那我今天肯定会投九 然后验 我就验这个 打我心路历程的十一 因为打我这个 以力度占九的 我都能接受 以心路历程占 占九的 以我的心路历程不好 而占九的 我是真的不太能接受 尤其这个十一 什么都不分享 直接躺在地下说听七的 好 现在听不了七了 怎么办 七号只告诉你了 四十了 没告诉你八九 谁是预言家 怎么办 十一号 那我去验你 我看你今天这票 能不能挂到九身上 我肯定验 我就先留一个警惠 我就验这张十一 因为已知是 现在只跳了个六女巫 二是银水 他报的二是银水 我不知道信息是否为真 我对话对话 因为四十了 所以我觉得你更想好人 因为你景上那个发言 跟四不认识 因为你景上对话了四 你说四号压力这么大 景下你还是对话了四 所以我景上听你跟四不认识的 所以我现在对话对话你 我是预言家 我希望你能站对我的边去 出一下九号 至于外之位 那十二这么钢铁站边 我就放着你不管 且我的精髓说你是好人 那暂点的狼坑就是三四九 我就验个十一 这是我的所有整个完整形容历程 我就过了 我的好弟弟 不对 好妹妹 好妹妹 你看好哥哥是挺给你空间的 空间给的太足了 但是你这你不聊一 那我愿意 我愿意 好不好 我把一号压压了 然后我觉得你三四名就堵三 就简单一点堵三 我也不太觉得三号人家 能拿得到恶魔 实话实说 不太觉得他能拿到恶魔 然后四号人家没办法 我很想很想说你是好人 因为你给我投了一个警惠票 但不可以 因为现在位置排出去了 实在你肯定是好人 你肯定是好人呀 这个别你都站不对 你还能不是好人吗 因为六号人家 因为六号人家 六号人家已经把这个逻辑说得很清楚了 五号人家你也别睁着大眼睛看我 你好人 你景下肯定好 景上我没觉得你是好人 景下你说出来 他你说你要思考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七十双精水 那狼人究竟会选择发言的倒国格式 还是冲锋的倒国格式 你在说那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你像好人了 六号人家反正 挺好的 不受接来支持 没有再把所有的希望 都等着七号人家给大家 什么哎呀谁 四个狼是谁谁谁 我觉得就该这样子 景上我说的不受接来支持 不是不让大家说 有一天七号人家说 我站边谁 我准备投谁谁是狼 你们不听他的 而是你要在他表达意见之前 你先勇敢的表达出自己 谁像那个预言家 你觉得外出位的狼是谁 这能懂吧 你可以最后打的都是错的 因为七号人家意见跟你不一样 但你不能不说 所以十一号人家 你能说什么 不受接来支持什么 我从来没说过 七号人家有一天说什么 八号人家是狼 不让你们投他 我从来不会说这种东西 然后十二号人家 哎我不这么胆大的对话 我看到他有点不太不太那个 不太得劲你知道吧 因为有人好像聊我什么 没什么性路一程什么这样大的 反正多少我把这个性路一程 我说一下 说了之后呢 我大概在短暂的 就是一段时间内 我肯定是不会再去 就是准备好 那个我刚才说的这个事情 因为我曾经想过 拿狼汗跳 给七号人家发精髓这个事 但是我觉得我不能直接拿到狼 就给他直接就发精髓 因为一定会有人说 KS是验不到七号人家的 所以我想的是 我先拿到预言家 我只要看他像好人 我就验下他 然后狼 我觉得他像狼 我是肯定不验他的 这是我心里想的 但我现在把这个性路人说了之后呢 我在短暂的一段时间里面 就是我拿到狼 我是避不汗跳 或者说我汗跳呢 我是避不给七号人家发精髓 所以呢 当然这个时候 你们以后也可以去想 我可能会反过来搞这个事 你们自己去思考这个事 然后坑反正排完了 因为六号人家其实跳了女巫 给二号人家发了饮水之后 这个位置就一下开朗很多 二号人家本来你也是在 可能会在坑位里面 几下你硬给八号人家找了一个理由 说他有什么渊言加面 我觉得你当时说的那个理由 虽然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但是我当时觉得 是有点小牵强的 我觉得有点小牵强的 然后我觉得现在坑位 可能就像六号人家点的一样 是一三四八 五号人家几下我听的是好人 十二号人家这种都敢冲 你做不了狼 你太狠了 你给你个大拇指 所以如果一眼说一是好人 我觉得可能就是他保错了十一 我觉得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而且八号人家刚才不进一的视角 一直聊十一很怪的 然后其他没什么好说 我觉得你就赌三 我觉得三号人家拿不到 拿不到恶魔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然后另外一点 是我小四星四号人家 毕竟给我投了一个警惠票 我们可以白天找不到 大家发现都很好 就把它投了也是可以的 其他没啥说的 就投一下八号玩家 喊跳 然后投那个那个 我验一下一号玩家 严谨一点 留两个警惠留 一四 怎么说 给你留到第二个警惠留了 非常非常给你面子 我留两个严谨一点 因为有所谓的板子 留一个有点不太好 然后其他没啥说的 就这样吧 投八 验一 验四 过了 所有玩家发言结束 九号警惠 归票八号 其一玩家在我到时候准备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举注 报一下票行 一号 三号 四号 六号 九号 十号 十一号 投给八号 二号 五号 七号 八号 十二号 投给九号 八号玩家出去 请留一言 他有一句话 就肯定不是一言家嘛 他说三四 出三 四推在台面上 他是一言家四十倒勾了啊 是不是啊 四十倒勾了啊 我要是发现 等会我出去 我要看这个板子 发现五十二 谁有倒勾下巴 我直接把假发 摔你们俩脸上 他说四号 我对他有小私心 所以你握 投下三 干下三 四号留在白天 我们推他 你原家对狼人怜悯 那二号 我跟你对话 你上对票了 你可能是好人 啊 因为四肯定是狼了 你肯定是好人 我就直接保你 那那个啥 十一号 我对话过你 然后我说我要厌你 你别人机 那你 那就我就暂点 就三四 三四 他点的坑都 哦 因为七点了三四 那也没办法 好不办法 但是三四头的都是 别管七头的几 他我们俩点的都是三四十狼 三四头的是八 八总归在是争议原家的吧 然后一 那个一号牌 其实也有点像了 我点个狼坑 那暂时现在是六头二 没起票吧 六可能是女巫 那一三四九十一 一三四九十一 开四个吧 因为一号牌 他是说你是狼 要厌你 你刚机 把真语言家给投了 我可没说你是狼 我可没说你是狼 说你是狼的人 你不投 你把我投了 那个守卫 那个很简单 就守七 把七顿住了 然后三四就顺着戳 我个人觉得 女巫 在三四九五里面 因为九号说要独三 我就不给女巫安排工作了 你可能是女巫 你就考虑考虑 别读到恶魔就行了 别读到恶魔就行了 然后真语言家就退场了 退场了 我就过了 感谢一下投石吧 感谢投石 再耽误大家一分钟 感谢呱呱呱呱呱呱 感谢南的北 感谢Y212121 感谢司马XY 不是荣耀雇的 感谢张嘉嘉 为爱瑶瑶 感谢小招快跑 感谢瑶瑶的第八个追求者 小九脚蕊 先感谢大家 不好意思 耽误大家时间了 退场 八号玩家已经结束 请各位配戴好面具 然后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记得这个时间段 送一下人期票 保一下我们的小红牌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视频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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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发言肯定就自爆了 我就自爆了 三号家自爆 各位配搭航空剧 到警长一叫九位吗 九位四位 三号警长选择撕掉 请各位配搭航空剧 十一号玩家自爆了 游戏结束 狼人阵营图身获胜 他验完了 他第二天晚上自首 给大家 复一下盘 找到他了 他不是肯定死了吗 这几游戏狼人为 一号 三号 四号 九号 其中一号为恶魔 守卫为二号 女巫为六号 预言家为八号 猎人为十一号 五 七 十 十二 为四张 平民牌 守卫守夜 选择空手 狼人击杀二号 守卫 六号 女巫选择开药解救 形成平安夜 八号 预言家 查演七号为好人身份 一号 恶魔 守夜查演十号为平民身份 锦上竞选环节 由于四号狼人牌 只有他一个人在锦下 所以九号汉跳狼当选警长 第一天白天 八号 真原家被公投出局 第二天夜晚 二号守卫选择自首 狼人击杀六号女巫 六号女巫开读四号狼人 恶魔当夜查演 五号为平民身份 第二天白天 九号汉跳狼人自爆 移交警徽至三号狼人 第三天夜晚守卫守护七号玩家 狼人击杀二号守卫 恶魔当夜查演 十一号为神职身份 第三天白天 三号狼人显得自爆 四调警徽 最后一天夜晚 恶魔开刀 最后一身验出来的十一号猎人 游戏结束 狼人阵营图神获胜 好的 我们第一局有恶魔的板子 恶魔可以验身份 所以狼刀的还是蛮准的 然后我们现在还有十一分钟 大家记得在我们的直播间 送一下人气票 人气票就是那个小礼物的地方 点人气票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在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还可以送免费的 免费的就是点粉丝团的这个小黄心 然后里面有助力打宝 然后可以有 在观看时常购的 就会有免费的人气票 我要自己送一下 因为我昨天这个时间给你们介绍的时候 我忘了把自己的免费票点掉了 我现在马上也要点一下 然后大家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记得给代表点一点关注 然后给我们点点赞 我们今天第三局开灯 就涨一点点 涨到1500好吗 因为我们昨天点赞 已经将近2000了 所以第三局我们1500给大家开灯 大家可以提前先点一点赞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直播间里的小黄车 小黄车有我们的赞助商 飞诺 然后特别推出的 我们外哥直播间专属的 1比1的浩耶鲁和冬干咖啡粉 大家喜欢也可以买一下 然后我们第二局是机械狼 我们的机械狼将给大家直接开启视角 但是第三局的话 还是需要开灯 所以大家记得给我们多点点赞 我们第三局1500给大家开灯 感谢大家送的礼物 然后我们代表一会回来回挨个 再感谢一下你们 还有十分钟 哇我们今天的人气好高啊 谢谢大家 太感谢了 发了四五个人吧 就开灯了 对大家都蛮点赞蛮积极的 感谢大家 大家给代表送送人气票 我们保一下小红牌子 然后大家没有卡牌子 也可以加一个粉丝团 只要一毛钱 然后送粉丝团的那个礼物 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小红牌子了 大家可以加一下 我们这个东西多有牌面 而且比他们的黄的好看 你再去其他直播间也格外行严严 所以大家可以加一下我们的粉丝团 感谢大家 我们还有九分钟 大家可以送一送人气票 很好的 没听出来 像给场上嘉宾投食的观众朋友们 记得关注我们的观博 京城大师赛 在置顶有投食方式 可以给你喜欢的嘉宾投食并留言 然后我们代表回来了 让他跟大家聊一会儿吧 那个第一局 我先我先感谢一下礼物啊 谢谢 谢谢那个南肩丸子的嘉年华 谢谢万万的两个抖音一号 和一个这个 对对对说 那个那个黑胖抖音一号 谢谢万万 然后谢谢悠悠的抖音一号 谢谢迈斯的抖音一号 谢谢车车的抖音一号 谢谢感谢了 挺多挺多礼物 然后第一把属于 我是真没分清谁是元家 我最后我真的 我最后我听KS没有归4 我才觉得KS像狼 我之前是没太分清 因为我觉得有人给我发 我肯定信 但是两个人跟我发 说明肯定有一个人会骗我 那那这里边我也不知道 谁是跟我关心不好 那要骗我 后来我才 因为那个9那个位置 他如果是元家 一定就外这位归4了 他没归 那我就觉得他是狼 那就这样 然后没什么了 然后我们第二盘就 还第一盘小事情 第一盘输用无所谓 因为第一盘是个热身 我们第一盘往往都是热身 从第二把开始 才是今天的第二把和第三把 希望大家加油 尤其是第三把 第三把发挥不好 得得被聊一周 然后第二把又是机械狼 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了 然后希望大家第二把 第三把看得开心 第一把还行吧 我觉得第一把都还可以 都还可以 那个站错边也正常 因为确实这两个人发言 连我都没分清 他们肯定也不太好分清 然后这确实 那第一把确实怪12号 12号没在警下投票 他有站边能力 不在警下投票 为什么老上警 警下就一个老呢 肯定老拿警徒 最后就差零点股票 你要是在警下 我们就不可能输 这没办法 这没办法 不是现在好人全上警呗 我们这个游戏以后 就好人全上警 然后就留狼人在警下 那狼人吻吃警徽 怎么玩 我都不懂什么意思 有站边能力的好人 就天天给我上警 你第二把能不能不上警 那不行 那你万一喊跳 或者越远家也不行 我我只呼吁我们好人 别老上警 因为在警下挺好的 那那不行 那不行 那个谢谢大家的那个粉丝 那个那个人机票 谢谢大家 那个大家那个人机票 现在多少 第五 第五还行 今天应该还比较稳 大家那个 大家可以最后三分钟的时候 送送人 那个 人机票什么的 我发言的时候 我真没分清 谁欺负我妹 真没分清 好吧 你这把完了 完了 这把我盯住 你欺负我妹子 好好好 手机给你们吧 我们新来的美女嘉宾瑶瑶被打哭了 然后她哥回来了 这把机械了 机械了 我说这个 这不是恶魔吧 咱们问完 恶魔还可以验人 开心死了 她煮的老腿刀老准了 那天夜里把她砍你 妈的 我叫她停 把又叫起来 她小了半天 妈的 我就带死给你穿 我们那边砍六 三个都是砍六 对 不会守 一般来说真不会守 真会去守 但是 我是守 我也守 我不守 我也不砍戴死 但是我守 但是我守 我会自守 我不砍戴死 他就 他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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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什么用呢 没用的 因为你这两个 最好 所以就不用守 主要是我 把完就像最后验到的 你知道吗 验到他 那真是卡 我们最后三分钟 冲冲人气票 然后我们 一边冲人气票 一边开 鸡血狼的视角 因为他是饮水 他人担心 你知道吗 他是饮水 他人 我投 你投酒 是这样 我投的 我投的非常明确 因为他保了 他保了 这两个人 都是站巴的 所以我就是 我非常确定 投的酒 来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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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三分 出动人 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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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 同个人吗 什么意思啊 没有 这就是三个人 三个人 三个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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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谢谢 了 对 对 不是 我不知道 为什么三个人 给我说 那是三分 三分 对 我唱 赶紧给我上个红红水 手机一早就收完了 然后提前恭喜我们保住小红牌子 傻逼还是得老子带你砍到你拍 你爸不算这碗啊 不算你拍到时候 你还得补一碗 我们这不是不算拍到什么 那这个其实跟拍刀是没区别的 自爆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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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谁 错一刀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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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都交了是吧 好 切证一下身份台 谢谢 不知道吗 一天啊 他说我们家里面的女演艺 你铁逼了我铁了 难道他没业 还好 我这扣发会 因为他妈的 他说怎么摆着我 一看是个梦女 我就愣了一下 知道吗 什么代表偷吃荣耀的 吃的 我想问你知道 但我妈又问错 超白了 赶紧给代表偷点吃的 偷点水果和素串什么的 然后告诉 来来来 我和媳妇的 我这都交了 好吧 来 机械狼来 做业 拜拜